就把季风飞给拿下来 把这个强法做不着 那我们来一点八卦的 张汉芝的承认毛泽东喜欢年轻的女孩子 也说毛泽东就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那么他实际上呢 他表面上讲的是大家不要关心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他又出来证实了老毛跟这些女孩子的关系 这些女孩子里面有哪几个你觉得有名的 他其实毛泽东这个人呢 据我所料他是不搞名人的 他的那些女人都不是名人 所谓外边说的那些都是瞎说的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名人名女人他他不搞 他搞的那些都是那个不是什么名女人 都是普通的 这个他搞 但是你你你甚至于这个姐俩的他他都搞 但是他他他他他他不搞那个 真正的你要是名名人之后 名门之后他不搞 这点 这个他这点他把的还是很很严格的 所以他也有好多人说他张环芝跟他有什么 这完全是没没没这回事 他们就是瞎说的 这一点呢 那那那那如果要有的话 那张一放的话和那谁早就知道了 那这这这是破财 那张一放和老毛是肯定的吗 对这是肯定 他们有私生子吗 没有这个张一放有两个女儿 长得非常漂亮 他的先生长得非常的 他也应该不会有很严格小ory ook 管理应该是这样怎么能 都能不能 Institute 感谢观看